之前呢就听到传闻说明年的新奥是戴卡奥特曼 然后呢是新生代的戴娜 当时呢也没怎么在意 毕竟呢每年都会传出这种消息出来 然后呢被各种的营销号带节奏 我一般呢是没有收到确信的消息 是不会做视频的 但是就在前几天呢远古注册了商标 慢慢的就成了戴卡 听着音音还挺像戴卡的 当时好像听到变身器会用到卡片 计时器会像奈伊斯那样啊 设计在胸部是左右不对称的设计 就不知道这一波重不重了 就目前而言远古也只是注册了 这个商标而已 其他的都是网上的传言了 具体的公布形象和剧情 还得要等到官方发布了 我们就不要被营销号带乱了 他们老是说你也是营销号呀 我